午餐白白種 你 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心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煮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今天呢 是大家在這個農曆春節前 最後一天的這個上班日 很多人呢 現在呢 大概都已經準備了 要去好好的這個過年了 在今天的這個飛碟午餐呢 我們要透過一位非常特別的 一位企業家 由他的故事呢 來回來回思 來反響我們自己的這個人生 我們在面對人生 一些重要轉折的時候 我們抱持著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 他是 博爾美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鄧先毅先生 我們先讓這個鄧先毅先生呢 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呢 來跟大家介紹呢 很特別的鄧先毅 鄧先毅先生的故事 還有他自己的經營哲學 歡迎董事長 董事長您好 您好 這個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啊 來被引美女啊 能夠 趙請到我這裡來聊一聊 一些人生的一些想法 是 這也是我們這個飛碟午餐呢 很很特別的一個安排啊 我們在這個農曆 要過農曆春節前的最後一個節目呢 因為鄧先的故事呢 鄧先的故事很動人 它動人的地方在於是 您再去面對您的這個經營事業的時候呢 您想到的呢 不是怎麼樣要賺更多的錢 然後呢 我的企業呢 要怎麼樣的更大 然後要把這個在這個場域裡面呢 把別人呢 就是趕緊殺絕 鄧先生呢 他是用一種儒商啊 儒學啊儒商的一個 情懷呢 來經營他的博爾美事業 而他自己在面對這個人生的這些關卡的時候呢 他有一些很特別的例子啊 比如說他做生意呢 那時候哇 就是面臨到這個大關口了啊 他的財務呢 卡不過來 最後竟然是他的債主 借錢給他幫我度過危機啊 是什麼樣的人有這樣的人格特質 會讓倩就是 被他的債主呢 願意伸手幫他 我們先來讓大家呢 認識一下這個鄧仙音先生 還有這個博爾美公司啊 對我們一般的大部分的民眾來講 博爾美是陌生的啊 可是他在這個醫療器材 這個專用領域裡面呢 卻是專業的代名詞啊 我們從腦啊 心臟啊 很多啊 就是在醫療的這個器材上面呢 醫材上面呢 都是都是博爾美幫我們引進的啊 還有大家很有興趣的 醫美 醫美也是 很有很有規模的 經營的這一塊 一個一個 而且這個博爾美公司呢 哇你們的營業很 也蠻嚇人的啊 已經超過15億了啊 剛好到20億 也就是幾年的時間啊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了不起啊 先來介紹一下這個鄧仙 鄧仙恩呃在台灣其實就很像是那一代那一代的人就是來來來呃 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啊 呃一個眷村的孩子 然後在台灣呃讀完大學之後呢 到美國去讀書啊 然後去美國這個工作 呃您當時您當時在這個飛機呃製造商啊 在這個飛機製造商 這個是一個大家都非常羡慕的一個工作啊 呃怎麼樣 怎麼樣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而且就是說當時出國的時候 就家裡的背景來講 是不是希望您不要回來了 我相信應該不是這樣子 我父親是一個忠贈愛國的老中將 嗯嗯嗯 以前也是很有名的一些這個這個呃戰士 像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在歇約的這個這個軍團裡頭 當他的這個作戰處長 哦是哦 吃掉日本一個軍團 您父親是哪一個哪一個人 鄧為仁陸軍 哦OK陸軍 陸軍中將 陸軍中將退伍的 嗯嗯 這個他只有28歲就生了少將 是 是 這個有一個優秀的不得了的一個一個一個戰將 嗯嗯 這個這個也幫薛約這個方面司令長官 嗯 吃掉日本一個師團 往事了不起 嗯 所以這長沙第三次會戰 所以我覺得受他的影響也蠻多的啊 嗯嗯 一直在俊村裡頭長大的 這個這個這個當然也是年輕的時候啊 也調皮 嗯 這個這個這個 呃所以在大學讀完了以後呢 就到美國去 那時候大家都到美國去 對 去讀書 所以也呃這個 呃這個到一個 去了以後呢 因為軍人吧 都是能夠弄飛機票 能夠讓你去讀第一個學期的交學費 就不容易了 對 就這個 這個一定要晚上想辦法能夠自己能夠打工啊 或者是這個 或者做事 然後晚上去讀書啊這樣子 所以呢 也很不錯的就能夠找到一個工作 是飛機公司裡頭當工程師 那個呃這個晚上呢 也公司也支持我去去去上上學 對 然後也 你在那邊就念了碩士嘛 就讀了兩個碩士學位 嗯嗯 然後當然是這個飛機公司啊 為什麼這麼貴啊 然後也時間拖這麼長的原因啊 也就是因為他是by contract 拿到美國政府的這個合約 嗯 然後公司還沒開始就要招一堆人 嗯 因為美國公司來跟他charge的方式就是 cost plus 就是你用多少人 這個付你多少錢 然後你的利潤是多少這樣子 所以他就招了一堆人 公司還沒還沒開始呢 就招一堆人 所以大家在這裡都很有閒 所以呢 他也把他也得把人給 他也給把人聚集在一起 都是一些專業人 對啊 聚集在一起呢 然後他也政府也很好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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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個一個一個方式啊 鼓勵這些人如果你有時間你願意多承擔一點的話 你晚上去讀大學啊讀 讀碩士啊讀博士啊都都幫助你 嗯 所以也就很多人呢因為沒有什麼太多事情就是這個晚上去上課 白天的很快就把工作做完了然後就看功課啊做功課 很多人讀到了 呃 呃 這個法律博士的學位 所以你看那個多多有時間了我也順便讀了兩個碩士 這很有趣 對我看這個呃 鄧先他在他這本啊熟世情懷如商智啊 他的呃演講期裡面啊就提到那段經歷其實蠻有趣的啊 我的問題是說呃因為您在那邊發展的很好啊 然後呃做事配薪水也很好 然後也念了書 然後跟太太呢在這個房地產的投資呢 呃也賺了錢啊就是就那一代的呃很多的父母來說 其實因為覺得兩岸的情勢很不穩啊 所以很多都希望說子女呢呃到了呃國外去啊 就嗯就不要回來了啊就是因為擔心這個局勢嘛 可是鄧先不是鄧先呢賺了錢 然後呃讀了書啊然後呢卻是呢想要呢回台灣來啊 回台灣來看看就說他要做一點什麼事情啊 是對台灣有貢獻的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覺得那時候也是很特別 我們在其實很辛苦一個小公司啊 這個這個麻雀雖小武藏要俱全 美國政府要求很厲害尤其在醫療器材公司裡 嗯就您那時候已經在跟朋友一起在做 對對對對醫療器材的部分了 就是做人工腺障和人工腥肺 嗯做這樣子然後這個這個但是很辛苦的 就是說你必須要把所有東西都健全起來 在那個時候我們雖然做的很辛苦 但是也蠻有意思的嗯 正好那時候科學園區成立啊啊 然後派了好多的一些李國鼎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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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的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人這個到到美國來一些什麼 清華大學或是台大的一些教授們呢 來找找看有沒有人有這樣子已經投入在這樣子的 產業裡頭啊 值得到新竹空學園區來設廠的 所以就很多這樣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他有 Tax holidays啊 又是免稅又是這個又是那個 還有這個開發基金的一些資源啊 給你很多很好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正好 既然台灣正在工業要起飛的時候 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嗯嗯 所以我覺得毅然決然的就就希望能夠來參與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行列 就響應這個熱誠啊 對對對 我是覺得因為美國雖然你是這個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你就是一個做一個事情而已嘛 嗯 就是領點薪水而已 嗯 薪水很好 各方面都接受到很高的一些科技什麼東西 嗯 但是英文叫做在美國你是nobody 嗯 你到台灣來創業有這樣子機會 你創成了的話 you are somebody 嗯嗯嗯 這一個觀念的 我是覺得有機會能夠讓你這樣子 能夠來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challenge 是一個挑戰了 然後也可以做出一番事業的出來 是然後這個那個時候也就是40歲左右 對 這個年紀啊 呃 懷著這個蠻腔熱血 哈哈哈 哎 政府那時候真的非常積極 對很積極很積極 要呃 讓台灣呢往上一個台階 對 所以李國鼎呃 蔣經國啊李國鼎啊 他們用了很大的這個力量啊 去吸引這些人才回來 嗯 而而這個鄧仙義董長呢 也在這樣的號召之下呢 回到這個科學園區來投資 但沒有想到呢 呃 台灣的這個環境各方面呢 不是那麼的成熟啊 就是不管是人工腎臟等等 所以他就呃找到了一個啊 看到了一個就像這個引進這個 呃 醫療器材啦啊 等等這方面呢 那從這邊開始做起 可是沒想到就碰上了呃 呃 呃 自己事業回台灣來的事業上 第一個大難關啊 呃 就財務啊 這個呃周轉不過來啊 那個原因是因為那個標案 太大了 好 所以他要去實現的這過程中 使得呃 對方的這個付款的時程呢 會拖得很長 是在這樣狀況之下呢 呃 呃 牽牽連到鄧仙的這個公司啊 您的您處理的方式呢 有兩點啊 這是讓非常非常深刻啊 第一個就是說 您也沒有逃避 嗯哼 然後很坦率的呃 把您現在所面臨到的狀況 跟你的呃 呃 這些呃 就是資助你的 對債權人來講 為什麼會決定這樣子做 我是覺得這樣子這樣子講 我覺得是一個一個人很重要一點 哈 嗯 我自己的也許是呃 從父父父父親的給我的一些影響吧 嗯 再怎麼垮 不能把信用垮掉 嗯 再怎麼垮 你自己在想辦法站起來 人家會幫助你 幫助你 因為看得起你 因為你沒有把你的信用垮掉 嗯 你仍然是誠實面對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逃避 絕對解決不了問題 嗯 所以面對同樣的情形 因為其實也不是怪任何一個其他的一個方式啊 讓我能夠變成這樣 發展太快了 嗯嗯 自己的經濟基礎不夠健全的時候你發展太快 就像譬如說以前我們做醫療電腦的時候 嗯 讓我們都照著他的做的話 都有問題 說服他他也不懂 然後你開始做了以後他就 哦 你原來講這個意思 我要改我要改改 嗯 一天到晚 Change order 嗯 你這個根本就沒有辦法能夠執行下去 所以拖得很長 嗯 那個 案子太多 太大 對 而且太長 然後一直不停地改 不停地改 嗯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他的 進來的這個完成度和收到的錢 不足以支撐我們的發展 對對 所以這個這個就就面臨到周轉不靈的狀況 嗯嗯 但是那時候呢 就心裡想我發展的太快了 所以回過頭來不是只有醫療器材 我做醫療電腦化什麼 嗯 這個那個全民健保底下有一個全國醫療資訊網 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我都是我們在投資在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很順很順手 這個基礎是 哈哈哈 基礎是鄧董長他們 參與了一點點 打下來的 參與了一點點 所以後來真正去面對 這些債權人 債權人的最後的結果呢 他也受到感動 我們把公司縮小 80個人的公司縮小 只剩下十幾個人 仍然是做醫療器材 嗯 然後去把這些所有的賬 慢慢慢慢再還掉 甚至有人把這個他的房子 再度抵押給我們 就是讓你度過這個難關 我覺得實在 對啊 怎麼這麼感人啊 深情 看到你的一個真誠 哦 你面對困難 而且這個問題不是你造成的嗎 對不對 而且你也有 是我造成的 我因為 我的意思是說 並不是說因為你在 呃 合約的旅行上面 有些什麼樣的是 這呃 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 就是說他就是一個 就是台灣就是在 剛開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是在成長的這個過程之中 就出現了 因為那些公司也不熟 他也不知道電腦化該怎麼弄 對 所以 所以這一位 呃 後來又借錢 又又再借錢給你的這些呢 債權人 一直都會是博爾美的好夥伴了 就對了 哦 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您的感受是什麼 我的感受是 我是覺得是這個這個 一個人摔跤是絕對會摔跤 嗯 要站得起來 嗯 要站得起來 所以我我仍然是就是去面對他 就 就是沒有任何隱瞞的去告訴你 每一個債權人 我的困難在哪裡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狀況 我如何去面對 嗯 如果說再給我一個機會的話 我絕對能夠完成把它轉得過來 所以我覺得仍然是很多人是 是是這個 雖然他自己很謹慎很小心 但是碰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嗯 仍然是有很多人他願意支持你 願意讓你能夠起得來 是 這是非常特別的這個故事啊 我想您的這個債權人 也是被您的這樣的精神 面對問題的精神而感動啊 今天呢 我們請到博爾美公司的董事長 鄧仙義先生 請鄧仙義先生呢 談談他很特別的這個人生故事啊 然後他的儒商精神 儒商企業文化 嗯 這個對於台灣的這個企業來說 也是一個很 很不一樣的一個思維 就是他的競爭的本體呢 是以人道啊 人啊 人意理智性啊 來作為他的企業的核心價值 那剛才這個鄧仙呢 跟我們談到就是他在回台灣創業之後呢 遇到的第一個關卡啊 就是公司這個經營上面的出現了這個困難啊 然後呢 他以很坦很坦白的這個面對問題 然後解決問題 而贏得了他的這個債權人的這個信任啊 竟然把這個房子呢去抵押了 然後再借錢給他 您說可以透露一下這位 是我們大家很熟悉的人喔 這個他的名字叫楊智良 好是喔 好特別喔 他那時候是在 他是台大的一個一個教授 但是他在醫療資訊化 他是最先端的人 希望能夠把這個好的醫療醫療的資訊 能夠電腦化 然後幫助群這個 這個叫做群體醫療 能夠走在這個 就是後來的這個全民健保 最先前的那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他的 他那時候在在 在精健會 作為全民健保的這個策劃人之一啊 好感人喔 他沒錢嘛 他沒錢他是 他是一個教授 他是一個教授他沒有錢 但是他覺得我們的精神可嘉 希望我們朝這個方向投入 繼續走 美國的一些技術 能夠帶回來 能夠朝這個方向 能夠來走的話 也是他勸我們能夠朝這個方向來做 幫助台灣的醫療界 能夠電腦化 而是出來了以後 就是翻了個大跟頭 所以他覺得也是好像是這個 他覺得還有責任 他覺得還有責任 所以他想這樣 你把我房子抵押好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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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讓你度過難關 所以他也是很膽子很大 也是一個血性漢子 這真的 錢還他了嗎 當然當然 老早就還老早就還 其實也沒問題他借錢 只是把他房子抵押了 然後你把那個把這個錢還給了銀行以後 那個抵押就註銷了 是的 是的 哇這個是兩個兩個有真性情的男人 碰撞在一起呢 然後為台灣的這些的事業呢 我們建立下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基礎 鄧先後來在這個波爾美 他就專注啊 就專注一些 他所這個擅長的項目 然後一點一滴的呢 把台灣需要的這個醫療 醫材醫療器材等等 引進來之後呢 波爾美呢 也就很穩定的 往往前走啊 然後呢 就是看您的這個演說 就是我們發現您有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質 第一個您是一個自我覺知很強的人 齁 您常常會在這個呃 前行的這個路上 生活之中 工作之中 會呃 很明很明確的感覺到就說 欸 我接下來應該要怎麼樣齁 然後我遇到了些什麼樣的問題 我該如何的來處理 然後目標非常的明確 第二個就是說您常常反省自己齁 您常常會在呃一個階段 到一個階段的時候呢 去反思說那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就如果說企業發展的很順利的話 嗯 一般人可能也就這樣子了齁 你說 你說每一年企業定目標是一回事 但是鄧先他想的是說 鄧董事長想的是說 當他在五十歲的時候 他他想的不是說喔 我明年的公司的營業方向是什麼 而是說 我人生的下半場我要做什麼 嗯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啊 就是說 你剛開始的時候 在你沒有辦法能夠經濟獨立 就是說能夠有一個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況之前啊 當然不是說無限制的一種 無法去滿足的東西 嗯 而是達到一個小孩子已經讀書了 而且也讀得很好學校 也進行得很好 各方面都很好以後 你就會想 真正帶來的錢 太多的錢 到底有好處在哪裡 壞處在哪裡 真的好 真的好 也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就是說 第二代開始的時候 這種 就是五零年代開始啊 產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商業上頭的機會 嗯 然後呢很多人呢 都投入在這行裡頭 開小公司 都做得很成功 嗯 那是同樣的情形 後面怎麼辦呢 嗯 如果說我們不好好的想出一個辦法來 如何能夠讓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企業能夠持續的話 嗯 如果說很多的 我兒子小孩子不願意接 或者是我這個這個 他沒能力 或者是沒有小孩 我這個 但是大部分的這些企業主 我能力都很強 嗯 但是訓練出來都是 一堆的高級小弟小妹 他沒有不是全方位的 專業經理人 嗯 他捨不得把他的一些 這種商業上頭的機密 甚至於財務什麼東西 能夠真正有一個團隊 能夠一起來合作 嗯 但是你個人來講起來 單打獨鬥 你的能力有限啊 嗯 所以你必須是一個團隊來結合 嗯 團隊來結合 你就要有這個心胸去跟人家 所有的分享 如何能夠把這些人訓練出來 成為全方位的 穿越經理人 嗯 他們才有機會能夠有 幫你撐下 嗯 一片天當中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些角色 嗯 一些柱子 所以我是覺得 從這個角度來講起來 如果你想通了以後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 嗯 你如果說能夠把 有人能夠把他繼續下去 那些企業主不一定要把他公司賣掉 嗯 這些人繼續下去 在一個很好的環境 能夠很掌握的環境底下去 一個 每年所賺的一個數字 但是他如果說是無限大的 無限遠的話 他那個數字是無限大的 嗯 你把他賣掉就賣多少錢 賣不了多少錢 嗯 拿回來的錢就會把子女通通灌壞 嗯 嗯 所以其實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 再去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呃 鄧仙他 鄧董事長他講到說 我覺得 我覺得您的人生齁 就是您比如說您之前的時候 您覺得 哎 你自己的事業站穩了 你的家庭 好 然後呃 就是 是一個 沒就是一個 很穩定的啊 穩固的家庭 大家的關係很好 情感很好 然後子女的教育呢 您也盡到您的責任 這是您 這是您認為說 在三四十歲左右的時候 您要達成的 然後他就說 他在五十歲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 他突然想到就是說 我如果我接下來的人生的目標 如果不明確的話 我把公司給賣了 然後呃 我就賺了這個錢 難道我的人生就這樣嗎 他說會嚇到有冒一聲冷汗 對 對 沒有錯 我是覺得 我覺得 剛才這個 這個 這個也提到 不管是宗教也好 各方面也好 通通是 在你這一世當中 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沒有盡上本分之前 就想到 我要來一生 我要到上天堂 嗯 或者是我要 要投胎 要什麼東西 我是覺得 如果說 你沒有把這一生的 真正花上你自己 應該盡到最大的努力 為這個 到這個社會上來的機會 能夠做 做 貢獻出來最大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 為了 未來 去祈求 那是逃避 說得好 那是逃避 如果說有一天 我盡了最大力量 做得很好 為這個社會做很多的事情 希望了 都是好事 有一天過了 到這個 生死門過去的時候 他們說 你信什麼教的 我想我沒有信教 我要想信教 我就信儒學吧 他講不行 我這裡是基督教 我這裡是佛教 我這裡是其他 你沒有資格進來 我想那種教你信了幹什麼 所以說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面對自己 對 在這個人生上面的這個意義 意義和責任 就是說 如果把公司賣了 他賺了很多的錢 剛才這個 鄧董事長 聽的講話裡面呢 就講說 我把公司賣了 賺很多錢 可是我公司的員工 他們接下來怎麼辦 就是說 就是 就是身為一個企業家 他有的那個責任 他有的一個責任 不是在於 不只是在於自己的獲利 更重要的 就是要如何去打造一個 永續的一個企業 所以您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看 就您那時候 您的兩個女兒 也都有非常好的這個事業 您在您50歲的時候 去思考接下來的人生目標 企業的這個方向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已經決定就是 沒有要給子女接嘛 就是要由專業經理人來接 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說 不是這樣子的確信 說是就是 不給小孩子來接 我是覺得 要真正 我感受很深的是 我所建立起來的這個企業 不是我一個人能力多強 而是我覺得 有一個心胸啊 讓大家在一起來合作 所以我們公司 有很多的人 已經在這裡 二三十年的這些老 老同事和一起 大家 當然也有很多的離開了 老同事們一起在這裡 建立起來的一樣東西 那這個我覺得 就像一個國家一樣 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他的嗎 不是他的 這是大家一起努力出來的結果 應該讓代代相傳的 要求 訓練出好的人 素德兼備的人 能夠接得下去 嗯 公司也是這個樣子啊 嗯 大家一起努力所賺出來 從零創出來 一直到的一個很好的一個結果 應該是大家所擁有 嗯 如何能夠讓變成是大家永遠 建立一個好的制度 訓練出來的這些人才們 都有德性在心 對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也還蠻特別的啊 就是說很多這個白手起家的 這個企業家啊 很有霸氣啊 然後呢 在管理的公司的這個哲學上面呢 嗯其實還蠻講究權威的啊 可是您從這個呃 談話的這個過程裡面 還有呃 我看到您這個呃 同事啊 在這個書中裡面呢 呃提到在這個博爾美的一些的 他們的這些經驗 也都一直不斷的強調 就是說您對他們的信賴 好以及這個團隊合作 還有呢 呃您裡面特別提到說 呃您在帶一群這麼有聰明才智的人 你都不跟他們玩心機的 嗯 就您的領導您的風格呢 是一個很很坦白的啊 誠實的 是一個很透明的啊 是一個很開朗的啊 這樣子的一個氣氛 欸很多老闆很喜歡這個呃 內鬥的啊 就是說你們你們彼此鬥 你們就通通都對我忠誠 哈哈 就您的風格都不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那種風格 您從誰的身上學習到的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這樣慢慢慢慢開始啊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只是在慢慢的過程當中 到底一直在選擇 到底要走哪一條路 比較適當 嗯嗯 真正來講起來 我兩個女兒 一個是牧師 嗯嗯 好幾個碩士學位 她現在在修神學博士 OK 還有一個呢 是做特殊教育的 嗯 也是有兩三個碩士 然後 包括這些自閉症的小孩啊 語言有問題大 或者年紀大 喉嚨 舌頭 什麼東西都挖掉了 如何讓他們再度的發聲 能夠來做為一個 他們都有他們的一個目標和方向 我們也能夠把他們安排得很好 資助得很好 各方面都能夠很好 朝這個方向之外 有他有房子 有什麼東西都能夠很好 再多就是他失去了他自己 他失去了他自己以後 他如何去給他下一代做一個表率 嗯 我不努力 因為我爸爸有錢 所以我可以過這種日子 那小孩子為什麼要他要 為什麼要努力 嗯 所以呢 為什麼中國人講富不過三代 就是什麼 都是被慣壞的 嗯 都是被慣壞 嗯 如果說這個這個常常有時候 跟我很多的一些這個 這個大家以前的 在國外讀書 或者到這裡來 我回來已經三十六年了 看到很多小孩子 在這裡一起在身邊養大 好親情重的不得了 嗯 但是大部分 都圍繞在父母身邊呢 享受到他們自己 不需要太多努力 而得到的一些結果 嗯 在國外的呢 都是自己很獨立 自己搞自己的 但是你父母親也不要來惹我 嗯 我跟你的這個關係呢 自由 但是呢 也不是那樣子的一個一個一個 依賴 是 所以獨立性很強 嗯 或者這邊親情很重 獨立性弱 到底哪一樣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很難去講 是 只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走出一條路來 這條路呢 是說 如何能夠造就出來 很多素德兼備的人 嗯 不要慣壞自己的小孩 嗯 讓這個建 大家一起建立起來這個動能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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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呢 能夠讓他 持續下去 如何持續下去 我們公司所有東西都是透明 包括 詳細 到底 的財務報表 真的啊 通通給經理以上的人 通通清清楚楚 每個月通通公布 是哦 大家眼睛都看在這裡 嗯 如何在一個很均衡的分 分 這個呃 就是說 分享其底下 剩下來 如何能夠讓自己 公司能夠更茁壯 能夠變成 讓將來專業經理人 能夠繼續下去 很難為什麼 專業經理人在台灣啊 他 只是小股份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股 都 都有股份 小股份 銀行啊 跟當鋪一樣 就是要他保證 私人保證 他如果只是一個小股份的專業經理人 你不上市 不上櫃 的話 如何能夠讓他私人來保證 很難傳承 嗯 我們將來不會上市 也不會上櫃 讓這些 在這裡工作十幾二十年 三十年的人 承接這個 把這個公司能夠繼續做下去 嗯 然後訓練很多很多接近來 的新的跟我們有同樣理想 同樣目標的想法的年輕人 很多他要賺塊錢 他就離開了 但是有很多人也認同這樣子的想法 嗯 結合大家這種所有的力量在一起 如何能夠有誠信 有德性的來執行我們的工作和賺錢 是 就是因為如何保持公司內部的一直往前的動力啊 競爭而不動而不鬥爭 這個其實是這個在企業文化的建立上面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的哈 嗯 良性的鬥爭還是需要 對 對就良性的競爭啊 才會競爭啊 我覺得他就說競爭而不是鬥爭 對 對 然後呢這種企業文化 嗯 你你大家不競爭是不行的啦 哈哈 那這樣公司就沒有 就沒有就沒有就沒有動力了啊 但是就這個嗯 有沒有一些什麼很具體的例子 就是有人沒有辦法 嗯 就是有人沒有辦法 體會到這個這樣子的一個精髓 或者是說因為體會到這樣子的精髓 而使得他在你們的這個企業文化之中 呃他能夠就是更能夠發揮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長處 嗯 我覺得這樣講有形的和無形的 有有蠻多的一些年輕人啊 像我們最年輕的一位這個只有三十六歲 他已經當了group員 嗯 已經是這個這個這個承擔很大的一個 他下頭有三十幾個人啊 嗯 幾乎是這個這個這個一個一個 就是一個部門的一個頭子 是 這個做得很好 他的授權也很大很大 他們這些人很認同 覺得 在這種環境底下 他願意把他的青春和他一輩子的 這個努力 通通投資在這個上頭 嗯 能夠來努力 來做 他不一定說是我非要 賺遍天下所有的錢 正當的錢也好 不正當的錢也好 我反正要搞 嗯 我覺得這個社會當中啊 我覺得我個人感覺有三種人 一種叫人 一種叫鬼 一種人和鬼放在一起叫魁 哈哈哈哈 但是呢我們如果說盡量想辦法把這些人能夠拉到正面這方面的話 還是有不少人 是 能夠接受這樣子的想法 是 然後我們制度和規範呢 不讓他去誘惑他 嗯 不要去誘惑他 是 所以如果都是透明的話 你無法比較少機會能夠誘惑他 是而且他就會形成一個好的循環 對 善的循環 今天我們訪問博爾美公司的董事長鄧先毅先生 呃 他有一本他的這個演講集啊 是中英文對照對照的啊 俗世情懷如商智啊 那他裡面呢很深刻的描繪了鄧先 在去建立博爾美的企業文化朝著儒商啊儒家的 而道德的傳統和這個精神上面的這個指引啊 而仁義理智信如何和他的公司的核心目標結合起來 然後他呃為了要公司的永續經營 以及他的員工的成長啊 他讓他們的呃這個員工呢 到這個中原大學啊呃去上這個經營管理的課 他也不而且不只是經營管理啊 還有很多是精神性的啊 像比如說曾昭旭老師的這些的課程啊 為什麼為什麼會您為什麼會採取一個這麼特別的方式 嗯 我覺得我的理想 儒商儒學 我覺得我的理想是希望能夠就像這個這個 讓我們公司的同事能夠在大家投入心血汗之後呢 能夠在他的人生當中繼續不斷的來承接這個動能 嗯 這個這個能夠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就是一個觀念 但是如果說就算是你傳子傳孫的那種都不見得保障得住 嗯為什麼我們不想辦法能夠在我們公司已經兩百人 在這個兩百人當中去選一些適當的人 有能力的人也願意承擔責任的人慢慢慢慢讓他起來 是比較更多的機會在德行上頭做更多的一些要求 在樹上頭能夠有更多的競爭力 嗯 所以我覺得從這樣子的角度來講起來 然後我們公司的制度也建立的很好 讓他們能夠承接下去 嗯嗯 這是最好的方式啊 不然用什麼方式呢 嗯 你如果說用其他的宗教方式的話 宗教都是排外的 嗯 你不屬於我這個這個這個宗教裡頭的 你就是外邦人 嗯 但是唯一的就是儒家 嗯 他的想法呢 是要人行善 行行 就是這個這個 行善 為最重要的 但是同樣的情形 曾昭旭老師講得很清楚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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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在在這個世書當中也講得很清楚 如果說你規範人用用法律用處罰去規範他的話 其之以行 這個這個這個 導致以正其之以行 嗯 明免而無恥 嗯嗯嗯 導致以德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嗯 就是在在基本下頭 你必須要讓他能夠 嗯 有飯吃 嗯 那就要守規矩嘛 嗯 六十分以下你就必須要守規矩 六十分以上你可以花些時間去尋找一個尋到的一個目標和方向 嗯 讓你的人生 能夠更出更有意義 嗯 能夠發展的話 我覺得這是可行的 嗯 再加上所有東西都透明的話 它不不誘惑他去犯罪 嗯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才可能把這個企業能夠繼續下去 嗯 不然的話 怎麼怎麼怎麼 因為他的擁有權 只能在一個trust裡頭 嗯 員工可能佔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股份 嗯 但是這個trust 為了他的持續永續繼續下去 因為這些 是百分之四十的同仁 同事啊 是他退休的時候 公司就把他買回來了 再發給新進來的人 哦 這樣子不斷地 就是所謂的活水計劃 嗯 是要不斷不斷地這樣持續下去 然後公司的同仁一起 在這個裡頭 在他工作的時候呢 會擁有到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是 享受到他的成功 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呢 是在一個trust裡頭 支持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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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不會變職 嗯 因為不上市不上跪啊 就能夠靠自己的力量 嗯 繼續下去 但是如何能夠繼續下去 是要很強調 速得兼備 是 不是為了私人的利益 他就是有一種精神性上面的 一種追求 對 而不只是在滿足那個 績效的這個數字啊 嗯 像比如說 你說人以理智性嘛 結合你們的這個公司的目標 在人的部分 我看到你們有一位 這個同 有一位這個同事啊 他提到說他 在去就是有關 爐內 爐內壓監視器 爐內壓監視器啊 爐內壓監視器啊 就是說他 他推的是衣材 嗯 可是呢 當他看到就是說 這個爐內壓監視器 呃 對於這個病患呢 在解決這個病患問題的時候 使得這個死亡率啊 能夠從百分之三十六 降到百分之十五點零欸 這麼大啊 所以他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呢 他就覺得說 這就是跟這個博爾美的人啊 就仁愛的人啊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是結合的啊 這樣子的追求是結合的啊 這樣子的追求是結合的 因為這個是對於社會 對於我們這個民眾呢 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承諾 我覺得這個蠻 蠻感人的 蠻感動人的啊 對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我們公司的同仁 長久下來都是在都是重症的 嗯 通通是在生死邊緣跟醫生啊 常常一起打拼的 嗯 很多時候啊 這個這個醫生 你這個 他晚上接到一個電話 十點鐘接到一個電話 他可以看到這個醫生呢 一定是緊急的 他可以不接啊 嗯嗯嗯 他就晚上睡好覺啊 但是他一定要接 為什麼心理上頭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這個博爾美的一個精神 你為生命的尊嚴 和他的價值努力 嗯 接了這個電話 他必須要去帶的東西 就跟醫生一起去 幫助這個醫生從旁 能夠如何 讓這個器材 能夠用得更好 嗯 那個所有的這些 這些導引的這些 這些 implant 就是植入體 對 能夠用的正確 和他的次序 醫生跟他一起討論 當然都是醫生在做 嗯 但是他在旁邊跟他一起討論啊 如何能夠做這個事情 嗯 搞完了 公司要那麼專業 不 你看你的產品 你買一些什麼 真劑啊 什麼這些東西 都不會去搞這種事情 不用 但是我們所做的都是 極度極度專業的 嗯 我們博士也有 碩士超過一半以上 大學畢業90% 嗯 通通是在醫療器材 嗯 或者這個這個醫學工程方面的 這些 或者這個是 護理部門的這些 畢業的 嗯 所以在經過很詳細的原廠 和我們自己內部的訓練 都是極度的專業 嗯 救完了人 第二天早上太陽 出來了 出來了 兩個人 累著個要命出來 跟他醫生一起去吃個豆漿 嗯 大家完全回來了 以後我們就讓他寫小故事 嗯 很多小故事 讓他心裡面的感受 如何一起面對生命的 生死之間的差異 如何一起來努力 嗯 讓他有地方能夠發揮出來 如果他一晚上沒睡覺 第二天 雖然鬆鬆地跑到 雖然心鬆地跑到辦公室來 那你搞什麼怪 昨天晚上到哪去混去了 嗯 他不要去解釋 他的小故事可以說得很清楚 而且他也很需要有一些哲學的一些的精神 力量來支撐他自己 沒有錯 沒有錯 這壓力很大 沒有錯 沒有錯 這壓力非常大 我們很多很多的部門 通通是在這樣子的情形 跟醫生一起 來面對這樣子的困難的狀況 嗯 嗯 這非常的特別啊 就是說 鄧仙義先生呢 以他的 以他的這個素養啊 和他的情懷呢 希望他的公司 以及他公司呢 所服務的客戶啊 都能夠在一個 儒家的一個文化裡面啊 去求取是 不僅是個人 還是這個社會上面 共同的在這個地方上面的一種 精神上面的一種成就啊 然後以鄧仙人的故事呢 在呃 飛碟午餐 我們在農曆春節前的呃 這個最後的一集的這個播出呢 分享給大家 希望呢 大家呢 也能從這個鄧仙人身上呢 聽到了一些 可以回行我們自己人生歷程的 呃一些的觸發啊 非常謝謝鄧仙義農 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謝謝你也一樣 新年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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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吧 我先來吧 小四個 我先來吧 我先來吧